还不亮吗 亮是亮的 这老闪散回事的呀 接触不亮啊 这房子到处的东西都坏了 原因呢 拆开看看 你会不会呀 你就拆开 你会不会 得拆开看看呀 到底啥情况呀 你不会的话 你看了也白看 你白忙活又拆又装的 还有 就两边 这就是那个灯管 怎么是这样的 LED灯管是 那个接触不亮吗 还是怎么回事 烧掉了 现在好累啊 你又不懂装饰 灯关了没有 关了 你看 好了 还可以吧你 我电工也会啊 只要把它拆开 它就好 你刚是把它拆开以后 啥也没干 它就好了 啥就啥也没干 你干啥了 你就跟我说 它是灯管 那去按上吧 把它 是咱们的 我给大家说了 为什么停更 停更的原因就是 前段时间公共鞋这边有个小区发生的火灾 当时看了报道以后就却心里面酸酸的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所以我当时就决定了视频停更三天为了悼念他们 这样的 为什么说有些网友没有看见我这个视频呢 也就发出去几个小时也就被屏蔽了 所以大部分的网友是没有看见的 大概就这么个情况 我们这是已经陆续解封了 主要是我们这两天外面特别特别冷 零下二十三二十度 虽然说是解封了 但是也没想出去 所以这几天我也在计划着啊 把家里的这些坏的东西啊 修一修 然后不够的东西啊 补一补 因为毕竟也马上快过年了 现在我们这个事情呀 说心里话 谁都说不准 所以还是有备无患吧 我就是这样想的 你看我们的热水器有一点坏了 还有这个电 厨房的这个灯啊 老是不亮 这个地暖也不热 你不是说是住多么豪华的房子 或者怎么样啊 你最起码的这个温暖 我们现在就是温饱 要吃饱啊 是不是啊 再加上住的房子要暖暖和和的 这是最起码的 就是这么打算的 现在 先这样吧 现在还能亮就行了 这个LED的贵不贵 这灯光 贵 哥你这啥都贵 Sweet 好了可以了 行了 能照亮就行了 它不闪 它不闪能有光就行了 这两天呢 我们就准备想的 把家里的这些坏的东西修一修 然后再补充一下 家里面缺的东西 再加上疫情这种长时间 我们也确实是被封怕了 不知道随时可能会发生什么 所以一方面是快过年了 就算不过年 我也要补充一些家里面缺的东西 明天我们去出去证证吧 买点东西 买米的衣服呀 米果的衣服呀 那些衣服我们在超市买不上 得到外面去买呀 你说呢 我不需要美 你不需要美 我们需要美呀 米果也需要美呀 我也需要美呀 其实有些网友也说的对着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省着点 生活当中省着点用 毕竟现在真的疫情 这个事情太可怕了 真是 但是我们出去要购物吧 家里面缺的东西 那是必须的东西 像洗发水呀什么的 都是疫情期间凑合着 用那个袋袋的 小袋袋的 雪地胎要被换了 哦 你明天干脆换雪地胎去吧 哦 你把钱打给我 换雪地胎去 呀好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呢 换雪地胎多少钱 换雪地胎 这个五六百吧 嗯 五六百 四个轮胎 对呀 哦 五六百了 我钱打给我打给我 明天把雪地胎换 明天把雪地胎换 我拿出去好不好 这 这还差不多 还有我 哦 还有你 哈哈好 还有你 哎呀 钱打给我呀 哎呦 知道了 我是你个鬼 你这个招老头 酒坏得很 你这个招好 你这个招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